吻啦 吻啦 还没有上过无敌凤凰蛋的宝宝们 现在只需要一串代码 就能一夜登顶啦 天天的声音蛋仔 发现我的奶酪酱在线 便直接向他发送了巅峰邀请 结果 你好 不是哥们儿 什么当时还不去救我的邀请啊 依我看 奶酪酱肯定是外卖有人啦 你瞎说什么大实话 这年头还有人敢打巅峰赛啊 哼 不想和我打你就直说啊 你不就是越了别人 嫌弃我菜嘛 哎呀 你怎么就听不懂我说话 他 现在又觉得我烦了呗 不是 你听我解释啊 没心情 行行行 带你上班 没心情 陪你玩乐园 没心情 给你吃饭 没心情 实在不行 送你点大秘 哎 奶奶 你看这今天的太阳 怎么就这么好看呢 嘿 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不过话说 奶酪酱 为何你说没人敢打巅峰赛呢 这件事情 可能也只有经历过的人 才知道我多恶心吗 2 hours later 什么 蛋仔一个小小的八甲游戏 居然还有人当场开东西 而且只需要在对局中发送了一串代码 这样能直接让其他队友变成人机一样 一动不动 不仅如此 现在全网都在挂他们了 你抱抱我们丢出去之后 我们的设备就开始闪退 然后大家都是动不了的一个情况 看队局回放才发现 只有那一队是非正常 而且这个队伍里面的一位玩家 还因此一夜登上了无敌凤凰弹883名呢 我套 这简直是太恶心了 要知道 像我们这种玩家 辛辛苦苦一个赛 就只能打一个笑笑的凤凰弹 再高一点 也就两件四百多分了 差第二双超凤呢 严重必须严重 有道理 不过话说 这代码多少样 还有没有用啊奶奶 呃 我还是觉得两件四百分的凤凰弹比较香 不过不则不说的是 据了解 官方大大也是很快就修复了这个代码 现在不如你们在犹豫中发动什么代码 也都将被提醒为是违禁词 所以巅峰还是要打地 分儿 当然也这还要再上地 走搬哪了江 我们去甜蜜双牌 啊 すごい